老师你上个礼拜说的全满冠家一 当中的元宇宙 今天两支涨停板 究竟你是怎么成功预测的呢 所有的答案就在节目中告诉你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主持人梓山 今天是12月21日 台股开盘在17696点 而在昨天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黑 对于美股今天会有 怎么样的一个台股的影响 我们今天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当然最专业的股市分析 还是要交给最专业的分析师 雷光老师 主持人好 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台股呢 我相信它的表现的话 还让人家是有一点感觉 那是因为上涨 那盘中呢也涨到了150点之多 然后我们收盘也收在120点左右 那看下昨天的稻穹 那四大指数都是收黑的 那尤其是稻穹 跌了400多点 但是各位 这个会很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目前稻穹指数是下跌了433点 在昨天晚上 看下K线好了 这个地方是12月16号 10月16号的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上 然后也跟大家做了一个道琼的一个介绍的动作 然后当下我讲了一句话 那主持人就很诧异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我说我希望这一次道琼跌得越深越好 我希望他拉回来拉多一点 那我相信当大家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 都会想说每个人都是希望道琼长抬鼓掌 为什么吴老师你会希望他要被做拉回的动作呢 各位 其实我讲那句话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 第一个我知道他会被拉回 是 第二个我知道他会被拉回 因为他为了要铺陈某些事情 第二个是我认为他会被拉回 让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大 所以呢 我总不好在节目上说 各位你们知道吗 他明天会跌多少点 他后天会跌多少点 我当然不好一直这样讲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他会被拉回一点 那我这样讲的是比较缓和一点 那确实 那在前天呢 道琼他也被拉回了 然后昨天呢也被拉回 那各位看一下这个实体黑黑 就知道前天被拉回的比较多 那昨天呢就拉回了400多点 那后面还会不会再被拉回呢 各位 我相信你看我的节目就可以了 尽量把你的心情放轻松一点 因为每次在一个支撑与压力的一个期间 我告诉了大家是什么产业他现在开始涨 那什么产业他可能就要做一个休息 被拉回的动作了 那11月2号 我记得我在节目上跟大家报告元宇宙 那至于元宇宙怎么操作 我也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的动作 然后在元宇宙的时候 我只跟各位介绍了三档股票 哪三档呢 一档是那个宏达电 一档是3035的致源 一档是一个比较另类的 它是属于化工的 化工类的 那个呢就叫做1721的三框 那为什么我会把这档化工类的 摆在元宇宙这个地方呢 各位第一个它也是元宇宙的概念之一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化工 有些人士有在安排 我讲到这边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各位还记得吗 在12月16号的时候 这个是12月16号 我在节目呢就跟大家讲二极体加一 所以那个时候我有没有在看二极体 那当然有啊 我没有在看二极体 我在12月16号在节目 告诉大家二极体加一 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谁有 谁有 然后呢 12月17号 12月17号呢 我就有跟大家讲台湾半导体加一 那我比较纳闷的是 为什么你们一直流赖上来 都是说老师请问一下 台湾半导体加一是哪一档 上个礼拜五对不对 各位 我这么说 不要说他们啦 我也不知道 好 你也不知道没关系 我这么说 台办的全名就叫做台湾半导体 是吗 那你们流赖上来问我说 老师台湾半导体是哪一档 我那时候心里在想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还是你真的是不知道 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 就台湾半导体啊 就台办啊 不然呢 我真的不晓得 当然我这么说啦 我真的不知道各位 不晓得台办的全名是台湾半导体 他在经济部所登记的就是台湾半导体 简称台办 这个样子的 那所以我就想说 我只是没有把台办加一打在上面而已 那我想说台湾半导体应该也OK吧 那只是说那一天我也去寓意了另外一个产业 那当然就是半导体的产业 因为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全球在讲半导体的事件 不管是台积电啊 联电啊 那甚至其他各国比较重要的半导体的大厂 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所以我就想说 好那借由这样这么 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 我就把它写台湾半导体加一 其实那个就是台办 台办的全名就叫做台湾半导体 老师我有问题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因为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在反映的是说 像在昨天嘛 我们说到非常多的抱怨 也不是抱怨啦 我们是一点点建议 上个礼拜五我们台湾半导体加一 然后很多的投资朋友们跟老师说 老师为什么你的这一档台湾半导体上涨了 一路上涨 我们是两个交易日创下了8% 这个是一路上涨上去的 这个没办法骗 但是他买的半导体反而下跌 为什么 他买的半导体 我不晓得它是哪一档半导体 好各位 像 一样都是半导体 一样都是台湾的啊 好 很好 OK 我这么说 台湾大学各位听过嘛 对不对 建国中学各位听过嘛 北域里各位听过对不对 那 这个学府里面 我相信大家只要能够进去的 都认为说这个人的聪明才智 一定是不错的状况之下 一定是不错的 但是各位 可以再往另外一个生产方式去衡量一下 那今天 他们都在同一个班级里面 请问 考试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全部都是第一名 不可能 会不会都是最后一名也不可能 所以也会有排名次下来 我这样讲了解吗 所以说今天你买的一个半导体 不管这个产业有多好 它总会有一个名次 在排序的一个动作 那如果说你没有去衡量 我要怎么去做一个名次的排序 我才可以选到更好的个股 各位 如果你少了这一段 少了这一块 当然你选的半导体就不一定会比我好了 我这样讲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所以等于是说 还是要提醒投资朋友们 选股选领头羊 至于领头羊是谁 就是我们雷光老师这个导游的部分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还没有选到领头羊 或是您买的半导体 很不幸的 没有跟上我们这一波上涨的趋势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只是选股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失误 至于这个失误怎么补救呢 提醒大家一样扫描 明幕上方QR Code 或是书章到94888BVIP 讲完了台湾半导体加一 两个交易 这个是短线的一个 走操作啊 8% 很开心 成绩很漂亮 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全满贯加一 全满贯加一 各位 这个是我把我要操作的产业 全部写在全满贯里面 然后我有做了一个排序 12345的排序 那这个排序里面 都是代表这个族群 然后这个族群里面 我会选什么样的个股 都会写在后面 都会写在后面 所以各位 你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清楚 就好像 就好像那个二极体 二极体 现在我跟各位讲的台湾半导体 我在16号就跟各位讲什么 讲二极体加一了 那第17号我就跟各位讲台湾半导体 就公开了就是台半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实体 K线好了 好各位 这个是12月16号 这个是12月16号的K线在这里 还不错吧 那天他 雷光老师还跟我说 你觉得我接下来操作台半怎么样 我还跟他说不要吧 不要吧 他那个K线我就不妙耶 他说 可是我觉得可以耶 好 OK 我这么说 今天如果你看的是K线 不OK 真的不OK 不漂亮 他没有连续长 对不对 好 但是我现在看的不是K线 我现在看的有心人士 那老师就说 那你问我老师 那有心人士在哪里 各位 我都点出来 第一个对不起 对不起其他人 我点出来我也不晓得 你相不相信 我只担心这个而已 但是无所谓 你看我的节目就可以了 16号我告诉各位二极体 二极体 然后呢 17号我告诉各位台湾半导体 然后礼拜一就开始涨 然后到今天呢 也涨到最高是82.9 82.9 然后收盘是80.5 做了一个上引线的一个动作 但是各位 重点来了 他上引线很长耶 很怕 重点来了 他有大哥在 他有大哥在 所以呢 这一次的小弟先行 无所谓 大哥也看在眼里 那如果大哥开始在跑的时候 他也会跟随 我就讲清楚吗 所以为什么 我总是会在一个产业里面 当我看到这些有心人士 特别照顾某一档个股的时候 我都拿出来送给各位 就好像刚刚主持人在开场白讲的 原宇宙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在看原宇宙之前 今天是冬至 所以呢 冬至 原满 加一 冬至原满 加一 今天 你得要加烂进来 我就告诉你 原宇宙里面的 冬至 原满 加一 我们来看这档个股 这档三晃 今天是 掌机版的 那 各位还记得三晃我在做介绍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是在11月2号 也就在这个地方 11月2号 11月11 好我们再往前 11月2号在下方 这个地方 好 各位 这个是11月2号 这个是11月3号 11月2号的那一天 我介绍了宏达电 跟智源 然后呢 11月3号 我在节目上 告诉大家 有一个产业 它也是 在元宇宙 其中之一 而那个产业呢 它是属于化工类 其中有一档个股 叫做三晃 11月3号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路上去之后呢 我就跟各位讲 后面这个地方 各位都没有听过 我在做介绍的动作 这个是三晃 另外一档 这个是 这个是智源 这个是智源 各位 从11月2号开始 从11月2号开始 到后面 我都没有再介绍过智源了 了解吗 但是我没有写在 全满贯加一里面 我相信你们是看得到的 是看得到的 所以在这些 在这些产业里面的顺序来讲的话 我已经把我要做的产业 跟各位做一个 共识的动作 那这里面的各股呢 我也希望能够各位 达到一个共识的动作 那未来这些的共识 我相信在反映在哪里呢 反映在我们的股市里面 不管是国外的 不管是我们台股的 这些产业 这些的有心人士 他们都在准备 也都在看 所以还要提醒大家 不是不讲 也不是不分享 有的时候 是怕各位 没有办法掌握住 没有办法掌握住 会有什么下场呢 就会越掏越多 所以接下来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一档呢 主持人就不讲党名了 也请老师不要讲党名 但有没有准 相信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应该会比我们还要清楚 我们当时连点在哪 都告诉大家了 就不用讲党名字了 不然我们就不太好过 其实那一天 那一天实在是赖合金的上来的 投资朋友有很多 好 好 那 才是这两个国呢 其实在我的动作上 如果说今天你是我 今天你是第一次看我节目的 我在11月 不是不是11月了 12月 我在12月2号的时候 我在12月2号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告诉大家什么呢 之前他有个高点是88.4 88.4 永远差那一毛 然后呢 主持人就问我 就问我一句话 就说 只差一点点就要突破88.4的钱高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那一天呢 他的高点是在88.3 88.3 我就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这档个股呢 我可以 现在跟大家断定 那个 零点一毛 就是一个警讯 就是一个警讯 那他会先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那拉回之后呢 如果说这个 这个的价位区 拉回的有 有点大的时候 他会再 还会再做一次拉抬出货的动作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就在这个88.3的最高 这个地方就一路被拉下来 隔天还有一个88.3 我们看一下 隔天还有一个88.3 所以这两天是连续的88.3 这个警讯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果是有心人士知道的话 隔壁互通有无就知道 那个88.3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他连续两天都把这个讯息给丢出来 就看各位知不知道而已 那要知道这个地方是比较难的 因为各位比较知道是一个骨架 不晓得这个骨架的含义在哪里 我们再看下去 然后就从第二次的88.3最高 就被做拉下来的动作 当天最高883 然后最后收盘是85.4 将近跌了3块钱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隔天跌回来的时候 然后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个下影线 那我也告诉大家说 一个下影线代表一个 买盘的力道的一个进场 但是这个买盘的力道有分成两个 一个就是说 它的趋势会一路往上走 那每一次的它的位阶 都不会低于前低 我想讲各位清楚吗 不会讲太快吧 至于接下来这一档 要怎么的来逆转这个局势呢 提醒大家 这一档我真的是 之前有看我们节目 应该都知道主持人 这一档的话是鸡皮膏要站起来了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一档究竟有多么准 包含 护国神山 我相信最近非常多的投资朋友们 因为老师的一句台湾半导体加一 而进场了 这一个台积电 所以也要提醒各位 接下来的走势该怎么来进行操作 提醒大家直接帮我们扫描 营幕上方QR Code 或是书章到94888 BVIP 至于这一档究竟有多么准 我也就不再提了 但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 今天的关键字是 冬至圆满加一 冬至圆满加一 提醒大家 如果想要来得到这一个消息 或是看一下你手中的持股 是不是有圆满 还是要麻烦大家 直接帮我们扫描 QR Code或是书章号 记得要留下各位的持股 帐数以及成本 最重要的是 手机电话号码 因为老师将会非常的繁忙 那接下来的话 还有包含很多投资朋友们在问的 想要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麻烦大家直接帮我们扫描 营幕上方QR Code 那今天节目最后还是要再次的 谢谢我们雷光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那也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们 记得要帮我们的股市战国策 粉丝团以及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小铃铛 记得打开唷 股市战国策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战国策 我是雷光 今天是12月20号 星期一 现在开始2021年 就要做一个倒数的时间了 因为剩下10天左右了 那在这个地方呢 上个礼拜五 跟大家报告 半导体呢 因为风风无雨的声音 所以呢 就被做了拉回的动作 那今天呢 果真呢 我们台积电就领军被拉回 那也跟大家报告过 台积电啊 然后像那个利基电 还有我们的联电 这些金融代工 不管他是做什么制程的 只要是属于半导体的 都会被做个拉回的动作 那上个星期五呢 12月17号 也跟大家报告了一个 叫做台湾半导体加1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过 台湾半导体 那是因为最近 各国都有这些半导体的声音 所以我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就是说他会被做拉回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但这个心理准备呢 不是去害怕 而是去准备 什么时候是一个最佳的买点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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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买点 你们看到他冲的就很高 那第二个呢 我也说过 他是属于一档 二集体有关系的股票 那今天这一档 真的就有涨上来 我相信呢 待会我跟大家讲是哪一档 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 很多人都有赖上来跟我说 老师是不是这档 老师是不是这档 说真的 猜对的人不多 但是还是有人猜对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今天大盘好了 先跟大家做报告一下 今天大盘 今天我们大盘盘中呢 最高跌了166点 是往下跌的 所以就在这个地点的附近左右 然后呢 开一个平盘 不算是一个小高 但是是开一个小红 就一路下来了 就一路下来 那最后我们收盘是在143点 我们看一下他的K线 各位现在看到他K线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140几点的黑K 在这个地方也是非常大的 那或许 很多人也会想说 大跌 就是买点 会有这么一刻的时候 重要的是 这个大跌的位阶在哪里 这个是每一个投资人 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说 如果说今天的大跌 他的位阶是比较低的 那这个促成四成 一个买点的几率就比较高 那如果说今天的大跌 可能他的位阶是中上 中高以上的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 会比较好 毕竟在股市里面 是不敢讲说人吃人 但是毕竟大家都是在看钱 我赚你的钱 你要赚我的钱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敌对 所以在一个敌对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比较 比较虚拟的一个符号 那这个符号你要看得懂 如果你看得懂的话 十次里面 你至少可以保护你七八次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好了 所以各位 从这个地方的第二次的 还没有突破 这边7月15号 18034的高点 所以说 在这一天 在这天的时候 11月19号 11月19号是来到17986 差一点点 然后17986呢 没有过 然后直接被拉下来 一路被拉回到11月29号 所以在这个11月29号的时候 我也告诉大家什么 我也告诉大家说 第五买点 你看到了没有 那个就是第五买点 然后就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到了12月6号 到了12月8号 在这个地方 来到了17988 我也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 会不会做拉回的动作 所以每一次的拉回 每一次的支撑 我都有在节目上 很清楚的告诉大家说 应该要怎么做 那在11月29号 我也跟大家讲 这一次的大盘会上去 那我也建议大家 要去看的是什么 要看的就是驱动IC 也就是我在12月1号 送给大家的车电半导体 车电半导体 好 车电圆宇宙 好 所以它就一路上去之后 随即我也在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 它要下来了 要下来了 那下来的时候呢 我曾经跟大家报告过 我们大盘整个的趋势 整个的趋势 因为从去年的3月29号 的8523点 的那一个低点 做一路往上 做一个很大的 我们台股的一个回升动作 那当然在回升动作的时候 在18000点面临要到20000点 这个2000点 说多不多 说少也是不少 但是这个地方呢 已经是一个高点 那最主要的在哪里呢 最主要就是 这笔的资金 也要准备充足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跟着大家讲说 我们的大盘也会一路被拉下来 那拉下来的时候呢 各位就不用担心 我们只要去注意买点就可以了 那这个买点呢 一定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变成第三次 就会去突破18000点 直奔19000 就直奔19000 好 加全是这个样子 再来台积电呢 各位 台积电今天的表现 也是一个黑K 也是一个黑K 最高是607 最后收盘是598 来到今天的最低点 那相对的 它如果跌下来的话 连电也是一样 连电也是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既然连电被拉回 我跟大家报告过的 6770 立基电 讲到立基电呢 就讲到12月6号 立基电上市的那一天 我就当天就在节目告诉大家 如果你手上有立基电的 不用客气 你就留like给我 因为我告诉大家 它会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 没有关系 你们不相信我 没有关系 我相信我自己就可以了 所以说 它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我看的是有心人士的动作 但是各位看的是什么 各位看的是 今天才刚上市 难道它没有蜜月期吗 我不相信 每一个流来上来的投资朋友 跟我讲的话 几乎都是类似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都说 它今天才上市的第一天 不相信它没有蜜月期 不然怎么会有蜜月期 这三个字呢 听起来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各位 如果说 在某一个期间 他们就已经规划好了 那就是规划到12月6号上市的那一天 他们要去执行他们另外一个规划的一个 一个计划的时候 试问 你知道吗 难道你只知道说12月6号是上市的第一天 你就不晓得它上市的第一天 它做什么事吗 但是我把这些事情 都在节目上 每天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喔 各位 这个是12月6号 这个是12月6号 12月7号 我继续跟大家讲 它会被拉回 如果手上有蜜器垫的 就流来上来 12月8号 他又被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一直到12月9号 12月9号 我在节目上 我记得那个是礼拜四 我说明天他会有一个停止假 会有一个停止假 但是你们流来上来都告诉我说 老师我想知道那个停损假会在哪里 各位 我就说在 我就说是停止假 不是停损假了 所以以后我讲话 各位一定要听清楚 好 那你们流来上来我也告诉各位 那个停止假会有一个新字头 会是一个新字头 那既然是一个新字头 各位 他是7字头 上市的 那新字头 在他连续下跌的时候 请问那个停止假的新字头 是8还是6 我这样讲了解吗 是8还是6 所以说我们再看下去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来到了一个停止假的时候 一个新字头的停止假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他就往上涨了 各位 我现在会在12月9号跟大家讲 当他碰到这个停止假 就会往上做拉抬的时候 我没有告诉大家他会往上涨 对不对 你收到我的line的 你接到我电话的 我没有告诉他他要开始涨 没有喔 没有喔 对不对 我只告诉你那个是停止假 为什么呢 因为 12月10号是他的蜜月期的第五天 如果他连续跌五天 各位 这个时候他怎么做一个交代的动作 他也要面子 清楚吗 他也要面子的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从69.5元拉到74.2元 最后收盘呢 就来到72.7元 我还是跟大家讲 各位 你们也是要好好的想一想 他会跌到哪里 该讲的我电话里面我都说了 只是你不相信而已 你觉得我在节目上可以说吗 在电话里面 我是多么斩钉截铁的告诉各位 我的口气 我把整个的 我把整个的 有心人士的状况 都跟各位做了一个说明 我不晓得 我要怎么说 如果你们心目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 这档股票不错啊 金元代工半导体 有什么不好的呢 我没有说不好 没有 我没有说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 最近他的状况会在哪里 好 如果现在 回到我 我跟各位报告的第二个验证的 如果这个新字头 到了某一个 某一个价位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是 我告诉你第二个股价 各位 你们有流来上来的 听到我现在讲这句话 你们应该 会慢慢靠近 我告诉你们那个第二个答案了 所以到底后面的立基电会到哪里呢 他不会一直跌 当然他不会一直跌 但是他会去处理完 当我12月6号上市的那一天 我要处理多少的筹码跟价位 还有我的陈述 这个是他们之前 之前就在那一个期间 就已经规划好了 相信我这样说吗 那台积电 联电 还有立基电 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有任何问题的 各位你们可以留言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料 我们看一下这个资料 各位 这个是12月17号 台湾半导体加一 讲到这两个股呢 我不晓得怎么跟各位说 我不晓得怎么跟各位说 但是呢 我有去做一个暗示的动作 那我希望这暗示呢 你能够听清楚 上个礼拜五 12月17号 我跟大家讲台湾半导体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风风雨雨 不管是晶片的问题 不管是制程的问题 还有不管是缺货与否的问题 都在这几天呢 声音都比较大 那既然我听到这个声音 我也去研究了什么 我也去研究了某些人士 他们的筹码的动机 那我也在上个礼拜 我告诉大家 那我告诉大家说 他会被做一个拉回整理的动作 但是你们不要急 那这个是台湾半导体 如果你对整个台湾半导体 是有兴趣的 我希望呢 你就留言 留赖上来 加一 第二个是 他是另外一个 什么是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他跟二集体是有关系的 各位 二集体是什么产业 电动车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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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